大家好 欢迎来到方菲时间 本期节目我们专访前中共中央党校教授蔡霞女士 请她来谈一谈对二十大后中国社会的走向 以及美中关系的看法 蔡霞教授您好 非常高兴您上我们的节目 好 方菲老师好 各位观众朋友们好 好 谢谢您 那蔡霞教授我们先来聊一聊 就是前两天这个G20 因为这个也是国际社会关注的 然后也发生了许多有意思的事件 我想先问您一下 就是在G20期间 很多外界的分析都认为 就是习近平这样疫情三年之后 第一次重返国际舞台 似乎释放出了一种比较和缓的信号 比如说他说他不想跟美国冲突 说地球足够大 容得下美中两国等等 甚至有人觉得说他是不是在给外界释放一种 说中国仍然在开放来安抚外资 所以我想先请您分析一下 您怎么看习近平在G20峰会期间这样一个姿态 您觉得他为什么要做出一种 或者说为什么要释放这种缓和的信息呢 我觉得习近平的这个缓和 他有两个方面的需要 一个方面是他个人的需要 他个人的合法性 他想要获得国际社会对他的认可 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 2018年的修宪 对于整个世界是震惊的 人类都已经到了21世纪 而且世界的主潮流是走向民主自由的 所有国家的领导人都应该是有任期限制的 但是他竟然在2018年的这个修宪上 取消了国家主席的任期制 而2022年在二十大的 就是中共党内的二十大会议上 为了要获得自己的连任 他使尽了一切的手段 这些东西呢在中国国内来讲 尤其党内高层来讲 他们是感受到看到 但是谁也不敢说 而世界上呢是看明白了 但是他们没法说 那么习近平呢 我个人觉得他就是 他在国内取得了二十大的连任以后 他觉得国内基本上能够摆平 他这会儿要急意地去修补 他自己在国际上的一些影响 就释放这种缓和的信息 希望能够给世界其他国家的领导人 能够接纳他 这是一点 第二点呢就是说 我觉得那是因为国际环境 对于习近平统治集团的压力的需要 他想缓和这种压力 因为大家都知道 这个三年就是新冠肺炎的这个疫情流行 它前面在2020年2021年 给整个世界造成了巨大的危害 世界的各个国家 为此付出了500多万人命的这个巨大损失 而且各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都受到影响的 而中国国内呢 号称他的那个就是抵抗疫情是全世界最先进的 他早就开了一个庆功会 但是庆功会开完了没多久呢 好 国内的疫情爆发了 而一直到现在 国内还在搞清零 还在搞那个就是要 要严防死守 要把那个就是因为那个病情啊 就是疫情就是消灭掉 实际上这是一个知性妄想啊 就是大家都知道这是不符合科学规律的 那么因此 国内的这种非理性的做法 对国内人民造成的巨大的人道灾难 这也是国际社会所看到的 尽管就是国内的信息流出来的不很多 那么这实际上呢 就是给整个这个国际上 对于习近平的这种形象 或者对于习近平统治集团的这种疑虑 和不信任感是越来越多的增加了 那么这个时候他也想要缓和自己 就是整个这个统治集团这个政权 在外部所承受到的各种压力 为他们自己能够喘口气 这是我的感觉 而何况呢就是说 自由民主国家和越来越多的国家 看清楚它的整个的这个根本的 就是反文明反人类的 危害世界的这么一个就是性质吧 所以呢 世界各国纷纷的在开始 就是防止中共极权政权 对各个国家的一种侵害 所以呢 人们都对他们加大了戒备的这种力度 那么这样的话呢 他自己就能够感受到国际环境 对他来讲是不利的 这样他很想呢 缓和这个环境 我的想法大概是这样 那蔡家教授 我想您刚才是说 他为什么想要做出这样一种姿态啊 但是呢他这种姿态是不是说明 就是在习近平第三任期这个往后 中国还是会有一种 对外开放的这样的一个形式 或者说中共跟国际社会的 这个对抗姿态会减弱呢 我觉得这个两个问题啊 其实是怎么讲啊 就是对外开放呢 他是不可能完全封闭的 因为他也知道他要依赖整个世界和他的商贸 他才能取得这个美元 才能够支持他在那个世界的这种经济交往当中 他必须要保持一定的联系 另外呢就是科技的发展 这些呢也使他呢 不能全部切断对外的这种开放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经济和商贸 他采取对外开放的某种姿态 而政治文化交流 是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的友好文化交流 他是会千方百计的去封锁的 他现在已经在国内 使得出国旅游和出国交流 已经是越来越困难了 所以我们讲对外开放 他不可能完全封锁 但是他也不是说是真正就要打算开放 开放只是他的利用的一种手段而已 我觉得就是这样的 那您觉得就是他拜习会这样的一个会议啊 就让很多人觉得说 习近平想缓和和美国的对抗 您觉得接下来中美的关系会进入一种稳定 或者说像外界所说的这种管控竞争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吗 我觉得是这样的 习近平希望有一种表面的缓和 以他一定的空间和时间来揣写 而美国希望把这种冲突和那种 就是我们讲的这种竞争或者对抗 管控在一定的可控范围内 不使他们发生一个正面的重大的冲突 所以我觉得双方各有缓和的需要 所以缓和在表面上讲它是有可能的 这种趋势呢 目前已经有一些信号啊释放出来了 但从根本上来讲呢 因为这个中美两国 就是我们讲现在的中共国和美国 它不是一个 仅仅是一个国家利益的这个 就是经贸关系上的 你多我少的这种利益上的一种 较量或者竞争 而从根本上来讲 它是两种社会制度和两个国家 根本不同的价值体系的一种对抗 那么中共的这种价值体系和这种制度 它对整个美国的国家安全 包括对人类的这种世界和平的安全 都是一种极大的威胁 而这一点呢在过去的三年当中 欧洲国家和美国都有一定的认识 所以我觉得呢就是说 缓和是表面的 对抗和冲突是长驱的 而本质上来讲呢就是 这两国的关系是双方都会做最坏的打算 但是呢往尽可能的往好的方向去努力 就是控制它不发生一种大贩倍的冲突和对抗 那您怎么看就是G20期间 习近平和加拿大总理特鲁多的这样的一个互动 这个西方世界非常关注 就是习近平很多人就是用这个教训这个词 或者训斥或者教育吧 教育特鲁多说我们这个私下谈话 泄露给媒体是不合适的 而且说呢这个如果有诚心的话 互相尊重我们可以来谈 否则的话结果就不好说了 您怎么看这样的一个互动呢 我关注到这件事情了 我自己在推特上也转了这个推 那么我都觉得就这里边 它实际上反映了 首先第一个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中共领导人习近平本身 和当今世界的文明潮流 隔得有多么远 而那种隔得有多么远 过去大家没有特别的感受 这次你就能感受到 它是一种两种这个 就是说基本的文明观念的一种 就是对立和冲突 为什么这样讲 你看特鲁多总理啊 就是回答他的这个问题的时候 他说我们加拿大从来都是公开透明的 对媒体都是保持公开透明 政府本身就是要和媒体和社会进行交流互动的 而在习近平的脑子里呢 他除了保密还是保密 所以他觉得这些东西没让你对外说 结果你就对外说了 他认为这个就是对他的不尊重 而特鲁多和习近平 他们的这种第一次的交流 并不是属于两国正式会谈 只是属于会议期间的 正好就是两个人互动的这种交流 这个你可以把它看成是 两国领导人之间的私下交流 本来是一个比较友好的一种姿态吧 但是呢就是因为这种 根本的一种理念的冲突 因为特鲁多是认为 所有政府领导人是必须要接受 社会和公众的这个监督的 而且要和社会公众交流 所以他把这种就是 我们谈了些什么怎么谈的 他跟那个媒体讲 他认为是理所当然的 而习近平呢本能的就认为说 你这么做你就说对我不够尊重 或者说你这么说 你就等于把我跟你谈的东西 给卖出去了 你就可以看到从这个角度 可以看到中共的政治理念 习近平本身的政治理念 他是以就是黑幕保密为本能 以公开透明为特殊为例外 所以这是一个方面的冲突 就是我跟人的感觉 第二个呢就是说 那么这次的事情呢 是一个突发性的事情 所以呢就是当习近平 在正式的跟G20会议上 其他国家会谈的时候呢 他多少知道这个是公共场合 或者讲是一个正式场合 怎么知道我也表现的要好一点 甚至可以清善一点的姿态 但是呢当发生了 他和特鲁多这个在那个就是会议的间隙 休息期间的这个时候遇到了 这个时候他不是一种正式场合 他的那种本能的流露就出来了 因此呢我们可以看到习近平的这种 西方国家叫教训 其实在我们看来他就是一种傲慢 一种没有教养 一种粗鲁的一种本能的流露 包括就是我的感觉就是他 类似一种黑社会的那种威胁的口气 还不仅仅是教训 他说否则这个结果就不好说了 这几个词让我们中国人一听就知道 这就是一种威胁口吻是吧 那么所以我们觉得这是一种本性的流露 所以战狼外交 我相信将来世界各国会有心理准备 准备着长期跟中共的这种交道 他会在这种氛围下 继续的进行他的外交活动 是不觉得中共这个在这方面 会有什么实质性的改变 那其实我觉得不只是就是他在这个G20峰会上 表现出这种两面性 其实我觉得他给国际社会展现出来的 和在国内展现出来 似乎也是两种不同的画面 那我们就来谈一谈国内 二十大后呢 这个很多人都在关心说中国往何处去 我看到这个就是前一阵的 大家也都在都在谈 说国内这个突然各地这个供销社崛起 然后公共食堂也出现了 然后还有一些不同手法的公司合营啊等等 似乎呢 真的是在有一种往回走 往计划经济走这样的一个路线 所以呢很多人呢觉得说 他是不是就是还是在做一种 备战备荒也好啊 闭关锁国也好啊 那您怎么看这个二十大以后 这样的一些现象的出现呢 我的感觉是这样就是大家把它说是往回走 或者往计划经济走 或者这样往文化大革命方向走 这是大家都看到的一种趋势 当然我个人觉得也是这样 但是它又和文化大革命计划经济 还有某些不同 这个最重要的不同就是毕竟中国经过了 三十多年的就在习近平上来之前 中国是对外是进行了开放的 换句话讲 1978年到2012年 在他上来之前 这个国家始终是保持着一种开放制裁的 第二个呢 就在这个三十多年当中 不管怎么取责艰难 中国的市场经济因素是生长起来的 而市场经济的生长 它必然带动了大量的民企业 就是民间社会的活力给释放出来 所以这两个东西呢 是使中国能够在短短的时间内 就是能够改变自身的贫穷落后的这种面貌 能够使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 有了明显的改变 当然我们讲农村是另外一回事情 因为中国实际上 就是城乡的这个剪刀叉 城乡的这个二元分制的格局 从制度上来讲 它没有改变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城市的繁荣 塞得过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发达国家 就是硬件的建设 摩天大楼之类的 而农村的贫困 我们在中央党上课的时候就讲 说看中国的那个就是城市 我们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 但你到中国的农村去看呢 我们比那个非洲的农村还要不如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 这个里面差距其实是非常之大的 那么现在呢 就是当习近平上来以后呢 他总体上来讲 他现在可以要去想通 取消了国家任期制 那个主席任期制 他又在党内获得了连任以后 尤其是他的常委班子 全是他自己的小兄弟活了以后 他觉得可以把他自己所有的 想施 就是施展宏图的那种 在他脑子里的治国理政的 这个这一套计划就要释放出来了 那么我们现在能够看到 他初步的释放 就是现在我们都看到公共大食堂啊 供销社不是重新建立 供销社是从活跃起来 然后呢我们看到到延安啊 到那个就是说红旗旗啊 包括什么社会主义拿命换来的 所有这些的话 你都可以感受到就是说 他脑子里的这套 治国理政的基本理念 基本那个图景 就是过去曾经在毛泽东时代呢 又有过的 但是呢他又不可能完全回到毛泽东时代 所以因为就是说改革开放市场经济 这个开放环境 他不可能完全关门 这个市场经济完全消灭这个 就是民营经济呢 他就解决不了社会的这个就业问题 包括就是大多数的民众 怎么来就是能够生存的问题 他解决不了 所以我们看到就是当他在一边往回走的时候 他首先是要拿这些东西来干什么 来弥补他三年清零 摧毁了中国市场经济中的大部分中小小微企业 然后导致绝大多数人的那个失业 同时呢又给社会的生活带来各种各样的极大的不方便 所以呢他就要先要要有恢复这种公共大食堂 为什么呢 就是我们看到小饭店小饭馆全部都倒闭了 那么人们要是要吃点饭嘛 反而什么他就没有办法 他主要要拿这种先来应急这个解决这个问题 然后呢同时呢他会把它作为一种控制社会的一个手法 因为我注意到习近平说 说这个社区嘛 说要把大食堂把大家都弄到食堂里来吃饭 这样呢把那个楼房里的人变成了一个老死不相往 大家一关门就个人小事件 但你到食堂吃饭你就认识着他想恢复什么呢 他说要俗人社会 其实当时我看到这四个字的时候 我心里面是很怎么讲啊 就是很感慨的 因为农业文明的时候那种小农社会 它就是一个俗人社会 而现代社会它毕竟 它注定的是一个陌生人的社会 因为它社会关系社会交往越来越丰富 所以它又要让大家重新回到俗人社会 为什么要回到俗人社会呢 不仅仅是他对于过去的东西习惯 而且是介于现在他对社会控制的需要 他觉得就是如果俗人社会了 那么监控这种就是互相之间那个举报 监视 这就更容易了嘛 所以呢他就希望呢把大家搞成一个俗人社会 谁家有点动静别人就可以举报 就可以检举揭发什么朝阳老大妈啦 什么之类的人 什么小孩举报爹妈啦 这种事情都能干起来 这就是我们觉得就是他恢复公共大食堂 其实既有当前社会服务缺缓的这一面 又有他对社会施加控制的一面 表面上仅仅看似他回到大食堂 实际上我觉得他后面的那个祸心包藏的 是蛮深远的 这就是我的感觉 现在的供销社的重新活跃 我觉得大家可以去听一下那个陈晓龙老师 在前不久给那个台湾的一个媒体啊 做的节目 他谈到了这个问题 就是供销社的这个目前的职能是什么 其实他也讲到就是农村的那种小的 小型的那种小微企业的商业企业的流通 其实被政府搞得搞瘫痪掉了 尤其这两三年 我觉得是前面是那个环保 就是要搞什么农村治理污染啊 什么东西环保 他搞瘫了农村的小企业 他的小商业就没有顾客 没有那个往来业务往来 他农村的小商业也就给你搞瘫痪了 这两年呢 是因为他的疾病 就是我们讲的那个疫情 他基本上把农村的 就是农村小商业的那个小商店 搞瘫痪掉 那么农村的供销社现在要 就是重新恢复 就是急需而恢复这部分社会职能 但同时我们也看到 正因为供销社在农村承担着 农村金融流通的某些业务 他很可能将来成为 国家生肖农民的一个手 控制农村就是金融流通的 这么一个工具 他会成为一个未来国家 控制基层社会的一个 一个有力的一个渠道 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啊 可能是把他的商业目的 和政治控制的需要结合起来 这个可能是未来供销社发展的 某种趋势 而现在还没有完全表露出来 嗯 对您刚才说啊 就是说习近平他想照着 他这个理念中的 去架构中国社会的未来 但是这个未来会走向哪里 我觉得很多人会很担忧 之前您跟我提到过 就是您以前在朝鲜 在韩国都去过 当时这两个国家的对比 让您感觉非常深刻 感触很深 那请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 您这一段经历 哦 是这样的 大家都可以看到 就是随着习近平上来的这个十年 对于社会的管控越来越严厉 是吧 高压的那种恐怖啊 这种打击啊 所以大家在 其实在民间都普遍流传了一句话 叫中国将成为西朝鲜 那这一点呢 我想那个方菲老师和很多网友 都知道这个词 就是说朝鲜那个版本放在那儿 我们呢就是大号朝鲜 就是大陆中国将会成为大号朝鲜 而朝鲜是什么样的 很多人现在只能从外部的 透露出来一点消息能看到 而我自己确确实实是到朝鲜去过的 而且我是 我对于这个 就是我怎么讲啊 就是去了一个星期的北朝鲜 后来又有机会去了一个星期的韩国 同一个民族 两种不同的社会环境 社会制度 人民的生活 人的命运就完全不一样 这点是让我感慨万分的东西 那么我们先比较讲那个 就是我到北朝鲜去感受到的情况 那个北朝鲜呢 我当时是在2005 06年的那个时候啊 去了北朝鲜 那么去了北朝鲜以后 那个时候北朝鲜其实已经 逐步的在恢复 就从90年代后期那个什么 苦难行军啊 那个全国大饥荒啊 逐渐的那个开始恢复出来 而大陆仍然是非常贫困的 非常饥饿的这么一个国家 我可以举几个例子来讲啊 首先我们谈他的饥饿 他的那个就是贫困 就是我们原来在国内的时候啊 学到的那个语文上的 比如我们讲文学形容词 面有菜色 这个词我如果说 让我自己去想象 我无论如何想象不出 一个人的脸上面有菜色 是什么样的 但是你到了朝鲜以后 你立马就能看到 他的面有菜色到底是什么样 他就是那种发青 发污 发黑 人的脸上没有一点点光泽 这就是一个状况 所以面有菜色这个形容 这个成语 这个形容词 我不到朝鲜我是无法想象 什么叫面有菜色 那么第二个呢 就是说我到了朝鲜以后 我的感受就是说 朝鲜人啊 真的你不能从体型上去讲 他所有的人都是瘦条 他没有什么 我们讲的这方方的体型 胖胖的人 什么圆圆滚滚的什么东西 没有这个词 他只有就是瘦条 不管男的女的 他全是瘦条的 从那个小孩开始 他就是拔包的那个就是瘦条瓦旱子 但他身上是没有肉的 我举一个事情给你们听 就是说那年呢 是我们这张党校啊 有一个小型的一个半官方的代表团 我们一共去了有那么六个人嘛 六七个人 然后呢 只有我一个是女士 然后那天呢 我们完成了预定的这个访问的那个日程以后呢 回到宾馆啊 也就是下午的三点钟 然后但是天哪有点热 我就跟他们说 我说他们大家说那个这么早 干嘛那个在宾馆里呆着说 上街去逛逛去看一看平壤的这个市容 好 等我急急忙忙的搞完了 然后下楼啊 我们那个团里边的那么四五个男士啊 就是男士就已经走出门了 就让一个小青年 他是我们一个副校长的秘书 在那儿留着等我 然后呢 我就在那个大堂里面 然后呢 他就在等我 我说他们的人呢 他说出门了 说那个往前走了 我说是吗 他说是啊 他说那我说我们赶紧去追赶他 但是你知道我们住的那个平壤 那个就是宾馆啊 就是你一出门以后呢 他马上不多远的地方 前面大概就一两百米吧 他就是一个十字路口 然后呢 那个小孩 然后他知道他们往哪个方向走 那个十字路口啊 但是我不知道啊 他就跟我开了个玩笑 他说你猜猜看 他们往哪个方向走了 我看了我就告诉他 我说在那个方向 往那条路上正拐着呢 就果然就是对了的 然后他们就问我说 你怎么就知道他们往那个方向走 我说你不会看吗 所有人都是就是那个瘦膏条 只有我们团里的那些个男士的那个背后的肩膀是宽宽的 你知道吧 说的在南京的话 那个宽宽的肩膀下面那个臀部是肥肥的 所以你能看到那个他的那个体型 从背后看你就能分清哪些是北朝鲜的人 哪些是到朝鲜去那个就是访问的或者参观的几少数的 就是亚洲人比方说我们讲日本人啊 还有南韩人啊 包括我们中国人 而所有这些人你进去以后你就知道了 所有人跟朝鲜人的体型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是凭着从那个背后去看 我把他们认出来了 所以这个呢 其实以我的印象不是说我的眼力好 而是说朝鲜人太就饥饿了 使人们的体型都已经是那样的一个条了 所以我想说的就是第二件事情 我再讲一件那个事情 就是说在我们那个朝鲜的物资供应上啊 就弄到在外交场合是很尴尬的地步 什么意思啊 就是说啊 就是说我们其实在平壤饭店那个居住的时候啊 他们朝鲜去对我们的领域是很高的 因为我们是半官方的代表团 那么就是即便是这样的一个高领域 我们其实在那个宾馆里面 就平壤的宾馆里面 男生是吃不饱饭的 因为他就每个人就有那么一小碗米饭 然后呢有两三块牛肉 然后有一点那个就是朝鲜的泡菜 然后就是那个汤 你知道哈 他就没有更多的东西给你吃 所以我们后来到他们的那个叫 叫那个一个著名的旅游区 然后那天呢 他们也算是外交部在那个朝鲜外交部 款待我们 然后他们在我们吃饭的这个桌上呢 就是我们一共六个人 他们也有那么五六个人陪我们 然后拿出来了两瓶那个苹果酒 大家我们就是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都知道 朝鲜有个著名的电影 叫那个鲜花盛开的村庄 那个鲜花盛开的村庄里出什么呢 就出苹果 所以苹果在朝鲜 其实是他们本地的土特产 苹果酿成的酒 它只有十二度 很甜 但是呢 它又没有什么那个就是毒素 同时呢 它我们认为它是它的土特产 它应该很多吧 所以我们那个副 我们那个团长啊 就说拿这个酒敬他们 然后两瓶酒开出来了以后 我们大家举着杯子轮流的就跟他们敬酒 结果这个酒就没了 一下这个两瓶就干完了 那个饭还没吃到一半呢 刚开始呢 这个时候我们就看着那个服务员全跑出去了 就朝鲜的服务员全走了躲开了 为什么呢 他们拿不出酒来了 按我们中国人习惯说 这两瓶没了不是接着上就行了 结果就没有酒 好 那个陪着我们的中国司的那个负责人 他自己出去了 出去了大概有二十分钟才回来 手里拿着一瓶酒回来了 这一下我们大家明白了 原来就是招待我们的那个苹果酒 它也是 它也是那个就是 那个就是计划供应的 你不可能像你在国内 想要喝多少像啤酒样的 拿出来就是没有了 所以那个第三瓶酒 我们谁都不好意思开 是他们那个朝鲜那个市长拿都拿来了 他说喝啊喝啊 结果其实呢那个酒还是他们自己喝了 因为他们平时也喝不到酒 结果第二天我们又在一个另外一个地方参观的时候 然后呢他们又摆出来两瓶酒 那是我们是吃的朝鲜烤肉 然后他们又摆了两瓶酒 结果那个两瓶的那个苹果酒 我们中国代表团的六个人 他们五个男生加我一个人 没有一个人去开那个瓶子 那个两瓶酒就放在桌上 大家就是看 他们也没开 我们也没开 所以我才知道 目前贫困到这种地步 他在外交场合他也是这么尴尬 那这是您的第一个印象 饥饿是吗 对 然后呢我到南韩去了 他就是不是这样的 你知道吧 南韩的那个就是丰盛 我们因为是从韩国的首都首尔 一直到他的农村里面都去看过了 你无论到哪里去 你都可以看到一派平和的农村景象 因为到韩国去那次是在 两次去都是差不多在九月底十月初的时候 所以呢这两次季节上是差不多的 但是农村的景象不一样 然后那个韩国呢是非常的热闹 我们就讲那个韩国首都的那个首尔的餐馆 到了晚上啊 熙熙攘攘 因为那时候还不冷嘛 然后大家都在餐馆里坐着 我们自己呢也是就是说 到餐馆里去吃饭 然后就是经常就是在那个街上流连往返的 看他们一个一个小摊头 他们有夜市 非常热闹的夜市 然后我们到处去走 然后看他们所有人都在那去 我们晚上去爬那个首尔的一个公园 就是从上往下浮海 看整个这个城市 我们在城市的最高点往下看 那个城市里面灯光一片 后来以后他我们团里面 有人就跟我讲说 你注意过没有就是卫星图扫下来 南韩和北韩 他们这两片到了晚上是什么样的状况 我说没有注意 他说你下回你趁飞机的时候 你就可以看到 结果后来我们返回的时候我就注意 当我们飞机一旦就是起飞以后 到了首尔那边 首尔机场的上空以后 你就可以看到整个首尔 晚上是一片火 就是那个灯光啊 就是那个 而平壤呢 他晚上是一片的昏暗 黑暗 我们平壤那个住的那个平壤饭店的外面 出门200米 再就是完全黑的 就没有路灯了 200米之内 他有那么几个电竿了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就是繁荣和那个程度是朝鲜和这个南韩 它是完全是一个天一个地 就是那个韩国人的那个生活 他的消费能力 他是要比朝鲜不是说十倍 我恨不得要说他们是上百倍 就你无法比 你没办法把它放在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去比 你没法比 你只要从商店里的繁荣程度 你就可以看到韩国人过的是什么日子 朝鲜是过 朝鲜人是过的什么日子 所以我当时就很感慨 我说两种制度 一个民族 他们人们的生活状况完全不一样 人的这个命运完全都是两样的 所以这件事情让我印象太深太深了 就是我们可以看到的 就是当不同的制度环境下 同一个民族 他的命运将会是翻天覆地的变化 这就是我当时一个很大的感受 但这只是一个方面 就是物质方面的不同 在北韩您说还有其他的 这个让您印象深刻的 是哪些方面的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